这一节将向大家介绍两个global的属性 分别是global alpha和global composite operation 首先我们来看global alpha 那么这个状态变量非常的简单 如果大家有印象 之前我们曾经讲过 我们可以在fuel style中设置RGBA的值 来指定绘制一个图形具有一定的透明度 那么global alpha是一个使全局具有透明度的方式 在默认的情况下 它的值是1 也就是在默认的情况下 绘制的所有的图形都不具有透明度 但是大家可以通过修改这个参数 使得我们绘制的所有图形都具有一定的透明度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代码 这条代码 我在一个宽为1200高为800的这样一个画布中 随机生成了100个圆 那么这100个圆 它们的颜色是随机的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循环中 我分别使用random这个函数生成了RGB的值 并且用这个生成的RGB的值 凑成了一个指定颜色的字符串 附给了fuel style 之后使用begin path开始绘制一个圆 那么绘制圆的函数我们之前讲过 使用arc函数 这里大家要注意在arc函数中 圆心的位置是随机生成的 圆的半径也是随机生成的 那么大家应该知道这样写就相当于是在0到100之间随机生成一个圆的半径 最后两个参数是0到2pi 表示绘制一个完整的圆 那么现在我们先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此时程序运行的效果 在这样一个画谱中随机绘制了100个圆 那么我每次刷新一遍 这个圆的位置都会产生变动 在这里要让大家注意的是 由于我们没有使用透明色 所以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 后绘制的圆形会盖住前面绘制的圆形产生这样的效果 那么现在我们回到这个代码中 在绘制之前加入这样的一句话 让context的global alpha这个值设置成0.7 那么这句话的作用是告诉整个绘制系统 我们即将绘制的所有的内容都将使用alpha0.7这样一个值来设置透明度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此时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所有的圆形都具有了一定的透明度 在遮盖的地方也能隐约的看见后面的形状了 是不是非常的酷 那么这就是global alpha的作用 非常的简单 我们下面要探讨的属性稍微复杂一点 这个属性的名字呢叫做global composite operation 那么所谓的composite是指绘制的图像在重叠的时候所产生的效果 那么它的默认值是source over 这是一个非常符合常理的覆盖的形态 也就是说后绘制的图形和前面绘制的图形如果发生了遮挡的话 那么后绘制的图形就会压盖在前面绘制的图形上 在这里source是指后绘制的图形 那么在后面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概念叫destination即是首先绘制的图形 那么destination是目标目的的意思 也就是说在两个图形互相压盖的时候 首先绘制的图形是那个目的 后绘制的图形是那个原也叫做source 所谓的source over即是这个原图形 也就是后绘制的图形压盖住了目标destination的图形 这个就是global composite operation的默认值source over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代码 我们先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代码的结构 那么在这个代码中 我在一块800x800的converse画布上绘制了两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是一个蓝色的在100200的位置绘制了一个400x400的正方形 第二个绘制的元素呢是一个红色的 之后这一段路径的绘制是绘制了一个三角形 那么为了指定它们之间的遮挡关系 我在绘制这个三角形之前设置了global composite operation这个属性 那么首先我实验的是默认的属性source over 这个效果和我们之前看到的所有效果都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想象此时红色的三角形应该压盖在了蓝色的正方形上 大家可以看到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 下面我们尝试把source over这样一个属性值改写成destination over 顾名思义destination over是指前面绘制的图形 也就是destination反而压盖在了后绘制的图形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看到我们绘制的顺序没有进行改变 但是destination的图形也就是我们首先绘制的这个蓝色的正方形 反而压盖在了后绘制的这个红色的三角形上 那么这种两个图形相互遮盖时所产生的效果 就是global composite operation所要改变的状态 之前我们尝试了source over和destination over这样两种不同的composite operation 那么事实上global composite operation这样一个属性可以赋予11种不同的值 那么记住这11种不同的值呢 其实可能比较麻烦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呢 可以随时去查converse的相关文档 但是呢 在这里我把它分成了三组 我个人觉得如果完全理解了这些图像互相遮盖时产生效果的不同 记住他们的也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的看看这11个不同的效果 为了向大家展示这11种不同效果的不同 在这里呢 我做了一个稍微复杂一些的demo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demo中 首先rtml的部分除了有一个converse之外 我又设置了一个div 给他赋予了一个叫做buttons的id 在这个div中我设计了11个a标签 那么在这个demo中 我将尝试点击每一个不同的a标签 则换一种global composite operation的遮挡效果 那么具体的在js部分 首先我设置了一个draw函数 那么这个draw函数将具体的负责converse的绘制 之后这部分 我对11个a标签分别进行了事件的绑定 那么大家可以快速的看一下这个代码 在这个代码中 我首先获得了这11个a标签的数据 我把它叫buttons 之后进行了一次便利 每次便利对每一个buttons的onclick函数进行复制 那么这个过程非常简单 每一次复制只需要掉一次draw函数 在这里头注意 我传入的参数呢 是这个按钮所对应的文本 这个文本呢 也恰恰就是它的composite operation的属性值 那么具体到这个draw函数相应的就比较简单了 都是大家之前就接触过的converse的方法 那么首先我拿到converse这块画布设置它的宽和高 获得它的绘图上下文环境 之后我使用clear rect对整个画布进行一次清空 然后我的绘制过程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我将在converse的上面绘制一个title 这个title来描述 此时我的global composite operation是什么 之后我绘制一个正方形 再然后我设置此时这个绘图上下文环境的global composite operation 为传进来的这个参数 然后绘制一个红色的三角形 这样这个demo就可以交互式的来帮助我们理解 11种不同的composite operation属性的区别 那么大家先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样子 在默认的情况下是source over 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种状况 之后在下面有11个不同的按钮 下面让我们来玩玩自己制作的这个小demo吧 首先默认的source over 不用说大家已经非常熟悉这个效果了 后绘制的图形完全压盖在前面绘制的图形上 那么大家可以看看source top这种效果 这种效果显示出来的样子是这样的 依然是后绘制的图形压盖在前面绘制的图形上 但是后绘制的图形被前面绘制的图形 界定了一个界线 那么在界线外面的图形不再显示了 source in这个效果则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到 在source in的情况下 只显示后绘制的图形 但是后绘制的图形并没有显示完全 而是被前面绘制的图形制定了一个界线 那么被这个界线给切掉了一部分 相应的source out则是这个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依然是只显示后绘制的图形 但是后绘制的图形也被切掉了一部分 这切掉的一部分是由前面绘制的图形所制定的界线 source in和source out的区别在于 所切割的这个图形的方向是不一致的 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source in保留的是界定在第一个绘制的图形 也就是这个正方形里面的部分 这就是in的意思 而source out保留的是界定在第一个绘制图形 也就是这个正方形外面的部分 这就是out的意思 那么如果我们清楚的理解了source相关的 这四种不同的composite operation的值 那么相应的也就有四种destination的composite operation的值 大家可以看 首先是destination over 那么destination over就是先绘制的图形 反而压在后绘制的图形的上面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下面是destination atop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和source atop对应的 此时整个外边框显示的是后绘制的这个图形 但是先绘制的图形压在后绘制图形上面的部分 依然被显示了出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下面是destination in 大家可以想象 此时其实是只绘制先绘制的那个图形 也就是destination的图形 在这里是这个正方形 但是它的形状被后绘制的这个图形 这个三角形所切割了 绘制的是这个三角形里面的部分 这就是destination in的意思 那么相应的destination out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仍然是只绘制先绘制的那个图形 destination的图形 也就是这个正方形 但是绘制的部分被后绘制的这个source的图形所切割了 绘制的是后绘制的这个图形外面的这个部分 这就是destination out 那么事实上destination的这四种不同的composite operation和source的四种不同的composite operation是相对应的 只不过先后绘制的图形的顺序进行了一个颠倒 大家可以再仔细的体会一下这八种不同的属性 最后的三种效果我个人觉得其实更加好理解 那么首先是lighter这种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此时两个图形都被绘制了出来 但是在他们重叠的部分 根据两个图形的颜色值进行了一次颜色的重新计算 比如说在这里红色和蓝色相混合就形成了粉色这种颜色的一个叠加的区域 那么copy则更加简单 就是完全的纯粹的只复制最后的一个图形 这就是把最后一个图形copy到整个画布上的意思 最后XOR 那么对计算机科学比较熟悉的同学都明白 它的意思是抑或的操作 所谓的抑或的操作就是一和一合在一起 其结果反而为零 那么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两个图像相重叠的部分被挖空了 也就是这一部分两个图像都有东西 经过亦获运算以后反而就什么都没有了 怎么样 经过刚才对这个demo的讲解 我们一一实验了这11种不同的composite operation的值 大家回来再来看这11种不同的取值的可能 是不是觉得思路清晰了很多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把每一种取值在遮挡时产生的效果记了下来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使用global composite operation可能形成的绚丽的效果 那么在这个例子里我绘制了100个小球 并且利用了一些简单的动画原理让这100个小球呢在画布上移动了起来 那么具体关于这个动画的基础的原理 我在converse的第一课绚丽的倒计时效果里面已经有所提及 如果没有看过第一课的同学 希望大家再找来绚丽的倒计时效果converse绘图与动画基础这个课程看一看 那么在这里100个小球的滚动包括在具体的处理中涉及到的碰撞检测 和之前在第一课中讲的是非常的类似的 那么此时我还没有设置任何的global composite operation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看现在程序运行的效果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到随机生成了100个小球 这100个小球在屏幕中不停的滚动着 由于没有遮挡的效果 所以默认是source over 也就是后绘制的图形会压盖住前面绘制的图形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运动的过程中 这个遮挡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下面我们在每一个小球绘制之前 先设置一下相应的global composition operation 把它设置成lighter 那么此时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当小球相互遮挡的时候进行了一次颜色的运算 显示的是lighter的效果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酷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尝试把这个lighter改成xor 也就是易货的效果 那么大家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自己开动脑筋 看看使用global composition operation 还能在什么样的动画或者绘图上产生出其他的绚丽的效果 相信每个人都能据此做出属于自己的绚丽的效果的 大家加油